哎呀 这下难搞了 我已经被困在海上好几天了 我迷失方向了 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前几天我是往东南方向出发的 按理说我只要往相反的方向 一直行驶就能回家啊 我这飘了几天几夜都还没飘回家 鬼打墙了 这可怎么办哟 耶 鲸鱼 我第一次看到鲸鱼啊 这还有一只小的啊 这是要弄我的节奏吗 你等我先把船停稳 来 刚好我无聊得很没地方杀气 我现在死猪不怕开水烫 大不了又被你顶上天早早投胎 我跟你们说 遇到这种情况 不要惯着他 下去直接跟他肉搏 哇 这鲸鱼的叫声果然是这个世界上最治愈人心的一种声音啊 哎 老娘瞬间被他萌化了 我块头真大 他好像没有要弄我的节奏啊 直接无视我 这我要是拍他一下 他不把我给顶出太平洋啊 溜了溜了溜了 鲸鱼这么可爱 我们怎么可以伤害鲸鱼呢 哎呀 我戳他他都不还手 算了 还是不伤害他了 现在得赶紧想办法回家 不然我家里的土豆都要发霉了 我已经出来整整七天了 船上的食物跟水都没有了 再找不到回家的路就要凉凉了 还是继续往这个方向行驶 我觉得没错 我就是往这个方向来的 哦呦呦呦呦呦 这么大的军舰 我严重怀疑我掉入了神秘的百木大山脚 这附近到处是沉船遗迹啊 你待会来一个大便活人我都不惊讶 活人没有 飞机倒是有一台 海陆两栖飞机 有了这玩意 那我不是可以直接飞回家了 不过它是坏 缺少配件 少引擎 螺旋降 驾驶舱 我去哪里给你搞这些东西 我还需要储备食物跟水 还要给它添加燃油 我明白了 这是一趟长途飞行 我只要把它修好 我就可以逃离这片海域 回到城市了 刚才这里还有悬疑机配件 我现在可以直接造一台 小型的悬疑机飞机了 那我还修这个飞机干嘛 多此一举 照是造好了 可是没油啊 现在知道土豆的重要性了吧 我家里种了这么多的土豆 我终于派上用场了 但是提炼好的油全部在家里啊 我又没准备的有备用油 只能连人带飞机一起拖回家了 关键先生 我还找不到回家的路 你说头疼不头疼 啊 让我好好瞅瞅 我记得我家附近全是小岛屿 对面是一座大岛屿 不是啊 前面这里也不是啊 这海上的岛屿一个个都长得一个样子 除了有大小的区别之分 不注意看你根本分不清楚 但是这是什么东西啊 漂浮的什么东西啊 看着又有点像鱿鱼啊 管它是什么 先过去看看再说 是鱿鱼就弄它 报仇 啊 我看清楚了 是一条鲸鱼啊 是一条死了的鲸鱼啊 不会是刚刚我碰见的那一条吧 哇 锯齿鲨 登场 它在啃鲸鱼啊 都没发现我 就是要干boss 这我得沉着冷静了 不能乱来了 锯齿鲨 那可是大白鲨爷爷的爷爷的爷爷啊 史前生物啊 哎 戳到你了吧 这回咱们就灌着它吧 别下水了 这咬一下估计够呛 哇 你没见到你有多生猛啊 跑哪去 哎 他直接从海里面俯冲到船上面把我撞下来了 搞鲨鱼我还是有经验的 不慌 而且这条锯齿上没有我想象中的答案 软啪啪的样子 都还没有我之前碰到的虎沙墙 不要恋战 赶紧上岸 我就躲在这个箱子后面 就这么打他 轻轻松松啊 他咬我不是很痛的 但是他皮很厚 我打他也不痛 又去哪了 哇 你就会这一招吗 体现你弹跳力好 是不是 他就这么咬我一下根本没有作用了 不像虎沙 虎沙咬到你了还会拖拽你 他在咬我一下就像皮外上一样 可能吃的太饱了 游都游不动了 消化不良这是给我放水的节奏 那我就不惯着你了 就这么死了 打了boss竟然会给奖品的 boss会掉那个飞机上的那个配件 我只有打boss才可以把那个飞机修好 之前的那条鱿鱼应该也会掉的 而我记不住那条鱿鱼现在在哪里了 差三个配件 那就是三条boss 现在还剩两条 那还有一条是什么 这鲸鱼是被捕翼网给困住了 搁浅了 那鲨鱼啃的这个样子 好惨 回家 马上要刮台风了 我的飞机放在船上面一点都不安全的 待会把我飞机挂走了 那就白费功夫了 说实话 今天是真的收获满满 首先是发现了鲸鱼 接着又发现了军舰 在军舰上面还发现了飞机 又做了一台悬翼机 现在又打了boss锯齿杀 这一天下来的精力都能拍成奇幻电影了 真刺激 我终于看到我的家了 原来我的家离刚刚那个军舰只有两个岛屿之间的间隔 其实他们两个隔的就非常的近 只是岛屿岛之间往北偏差了一点点 所以搞得我一直在这附近转圈圈 每次都跟自己的家完美的擦肩而过 算好都把这些占领品安全的带回家了 家里的土豆都编织了 不过并不影响用它来提炼油 好的 油已经加满 来试一下效果 准备起飞 这就是未来的 呦呼 哇 这好爽啊 这视角看风景简直棒极了 有了这玩意儿 我出海就更方便了 你看我在家建的 这简直就是我的小马尔代夫啊 这简直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